受访学者认为 公基金咨询团提出的建议具灵活性 但是也提醒低收入年长员工 不应该在满55岁或65岁时 就急着把部分存款提取出来 以免将来每月入息 不足以应付生活开销 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对于公基金咨询团建议 允许会员在65岁时 从退休户头提取一笔高达20%的存款 受访学者提醒 必须以浅白易懂的语言 让低收入年长员工了解到 提早提取部分存款 不一定是件好事 收入比较低的新加坡人 他们对处理他们公基金的回报的能力 也相对的比较低 我们应该尽量地鼓励他们 延迟把他们的公基金提出来 除非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或者是提得越少越好 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可以拿着更多 对于咨询团建议 在2017年到2020年之间 每一年满55岁的会员 基本存款额将调高3% 陈博士提醒他涉及的风险 当你这个政策做了决定以后 那么政府就有义务 全国职工总会也对咨询团的多项建议表示支持 并希望政府也能接受职总的多项建议 包括逐步提高年长员工的公基金缴交率 以帮助他们累积退休资金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惠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